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老祖跟师父天人合一 这个大家都知道 事实上我刚刚听下来 我有三个想法 感觉 第一个 师父曾老祖的传话 你那个车子挡在那边 大概不是偶然 所以应该是前身有设计好的 他们几个都是角色 一个是车子要 就是指挥他 就是要去停在那边 第二个 回来以后 当然人家不高兴的骂你 那么骂你 为什么他都可以听得到 听得到 为什么会感动的出来 那这个都是一连串的好因缘 如果没有这种一串的好的连在一起的话 也成不了事情 所以你们几位都要感谢师父 师父老早就把你们算好了 你们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 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 这个第一件事情 刚刚提到 师父在所谓的抑制行者 有一天 江执行长在办公室打电话到台北给我 他说 一本跟师父有关的文件整理好了 要我赶快给他 因为要送印刷厂 要赶快给他定一个名字 我几乎在电话里头没有 几秒钟没有什么思索 我就给他取名字叫做超凡的行者 我想我们 我是常常说我是凡人 那是超凡的行者 后来又请中央社的名记者沈俊女士 帮师父把他整个做了一本专辑 那个书的名字 我帮他取的就是所谓一个义之行者 行者无疆 我后来请方鹏城 方教授 在整理一篇东西的时候 他用义之行者 他本来是文化的行者 我给他用简单的 义之行者 但是我又把它加后面四个字 行者无疆 就是他一直没有中止的 第三个回应 师父说是告诉大家不要计较 那么我就讲一个我不懂的说法 我曾经在十几年前 以政大的教授的身份 大概有20年以上 跟哈佛顾问公司 洪亮浩洪董事长 我们合作得很好 我当他们的这个讲座 那么专门对产业界的这个高阶主管的这个上课 那么有一段时间 他接受了康师傅在大陆的一个专案的顾问工作 邀我跟他一起到天津康师傅的总部 由魏家 他们魏家的大老板当董事长 那天我们下会机以后 他那天晚上就约着 因为他的执行秘书 早期在哈佛顾问公司跟我上过课 所以他喊我老师 所以他就安排了要跟这个董事长 要一到就要见个面 要谈谈 所以我们这个董事长财大 气也粗 这个讲话 因为他所有都是在几百个 几百个这个 因为他们一个地方 比如说一个地方在杭州 在北京 在这个什么天津 反正包括到西安很多地方 一个每个地方就有四个总经理 三个 因为他分成三个系统 三个系统再加一个行政总经理 就四个总经理 那么他们总经理对着他 第一个是高薪 第二个是高效率 第三个大概做了半年 大概年终的业绩 大概都已经差不多了 下个半年都是奖金 所以各位看到他们是 这个收入是多么好 那因为收入好 所以当然都要 老板怎么样出发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 他要求 这些员工 尤其这些主管 都要懂得计较 所以你说不计较 他告诉我 懂得计较 那我听了也听到这个讲了以后 那么我就 我就跟他讲说这个 魏董事长 我有点不太一样的 以不太一样的这个看法 因为他所谈的 就是怎么样子 降低成本 怎么样子增加利润 所以他有很多的做法 甚至于他有很多 他自己以为 做的很对的这种要求 对这些总经理的很多的要求 那我是跟他讲说 我有一个不太一样的这个看法 我这请你参考一下 他的计较 是都从别人 这个别人包括消费者 包括到什么他的下游单位 从别人那边得到更多的利润 然后当然也是要减少更多的成本 那当然是两头赚 要赚得更多一点意思 那我是说 既然你这样子可以得到更多的利润 你可不可以 因为你是食品工业 那你可不可以花一点钱 在这个所谓的食品安全的管理上 管制上 第二个 如果既然是增加了利润 你可不可以去减少一些消费的 这种这个成本 你可以少赚一点 我意思是说你既然赚了 你可以少你把增加的部分 你分给一点给回馈给这个消费者 他说我这个 你们这个读书人 你不懂 你们这个学者 这个讲得太好 你说做生意就是要这样才会 那我说那是 这个恐怕有时候会得不赏失 这些台湾的命 应不成功妙的生 各位 魏家是多么的风光一段 在大陆也好 包括到郭台铭现在在不高兴说那个蔡家的蔡老板 说他们比什么首富 事实上他们当时是很很大的财 很大的财富 但是中间出了不少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的所谓一个计较的方式 这不一样 他不是计较 那我就跟你讲 你可不可以计较 你给别人多一点 不是光计较 我从别人那边得到更多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不计较 但是不计较 说我们付出多少 但是我们要计较 我们从别人那边得到多少 我们也去回馈 去回应给对方 给他人 这个就是所谓的利他主义 我回馈着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活动 那么我想我刚刚也是提到 我们在三个月的时候在宜兰 那个时候我们办的 那我是讲的一个所谓一个心灵升华 心灵升华是代表说 我们原来有东西 所以我请各位参考一下 我特别硬了 我这里都有参考资料送给各位的 一个心灵升华里头 我这里也是特别所提到的 那我刚刚正在讲的时候就提到 这个师父送给我的一个 叫极静心灵如天宫 极静心灵如天宫 东来流里见净土 所以时不有芳草 人间有净土 我的说法是从这里头开始 在我的原来在宜兰的纲要里头 我特别强调 我们因为有 我们有什么 不管是所谓的自信本具足 我们有很多的智能 我们有很多的慧根 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灵性 那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本有 也许不能说多具足 但是我说我们多具有 多多多具有 那具有呢 就你开始 你原理拥有东西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就要去开发这东西 能够去把它呢 能够更加好 有 但是要能够更好 或者更有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卓越 追求卓越 因为你追求卓越 你有了所谓的成就 那这个成就各有不同的界定 那你才能够说 我去做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今天三餐都不济 那我们的需求 就只能够停留在 我们的最基本的生理 这样的需求而已 我们基本的生理需求 如果不能满足 我们连我们生存都出来问题 所以我们就变成要追求 要努力的去做更多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请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送给各位的参考资料 这个心灵升华这篇文章 还有后面有一篇 这个生命的这个密码 这个是我从加拿大的贝斯省 看这个鲑鱼的回流 看在日本的北海道 这个鲑鱼博物馆 看这个鲑鱼的整个回流的流程 我所写的 这是一个鲑鱼的 这个回流的历程 那么从这里头 我引到有一位叫朱仲强的 他本来他是一个整个萎缩症的人 那萎缩症呢 他根本生命就是当时医生判断 他只有20年 结果他叫做我努力的活 我努力的去把我的生命延长 而且他认为说知识最重要 尽管说我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努力的学 他还要就是所谓的盘 生命的一种盘风 要盘到那个 像你到这个爬山样子 爬到哪一个高峰 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来的 就像各位看的鲑鱼一样子 那你看了会都很感动 鲑鱼怎么个有 怎么个冒 包括这个钟雄都等在那边 他们一跳跃的时候 这么一口就给他含掉了 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 前步后继的是这样子 到回到原来他的出生地 他们去交配 然后去生命再延续 那么他们就是这个父母亲 都这样子筋疲力尽 然后是这个变成死亡 然后把下一代这样子传下去 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子在延续 生命也是这样子在所一个光 在光飞 我想这几篇文章 我想请你各位大家做参考 那么今天在这里 我的本文是命题为心灵改革探源 那么我的界定是先从所谓一个人生理念来谈起 这里头我也等一下要送给我们原东法师 如果有就留着没有的话 这是人生理念的探索 这是我一本书 那么这个人生理念的探索 我想我们可以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也可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看的是说 是我们著名的存在主义 他们的说法 我引用他们的说法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存在主义就特别提到 我们人本身存在本身 就是一种意义 也就是一种价值 比如说我们存在 刚刚讲的呼吸 呼与吸 事实上我们的生命 就是呼与吸之间而已 那么呼就是有得的 能够吸就是有气 如果没有的话就断气 就没了 血液不通也没了 所以这个都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所以我们说 存在本身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意义 也是一种价值 所以当你每天起来 说还可以 当你每天起来 奇怪 怎么脚不能动了 这什么都出问题了 那你就惨了 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开心 很高兴 说我们清醒过来 我们还活着 我们还能动 我们动着 我们存在主义之中 我们这样能够活着 能够动着 我们在做 我们在做什么呢 所以他们就有一句话 你为什么 你的人生是做什么 就是有所能而来 你也有所为而来 那我想请各位参考一下 我送给各位的另外一篇 利他奉献 这个分享 横止刹那的感动 这篇文章是我在后来的这本快乐傻瓜 当作这个再版的序文 那是我在北京受伤回来的时候 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那个还没出院 在住院的时候写的这篇文章 那我就想说 我们从存在主义的说法里 我这里引述了很多的个案 来作为佐证 那我们都在谈到 那我们有所能 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潜能 我们潜在的人 我们有很多潜能 那有所为 那我们就为什么 我们为人 为善 我们能够做个善人 做个善事 那所以我们通常 我们从心理学角度里头 我们又可以把自己 用坐标来做解释 我们人在做什么 我们在圆满 像今天我们说我们的圆满 我们圆满 如果大家都不来的话 我们圆什么满 所以因为您也来 我也来 我们大家都来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从中午开始 那么一点半也好 前面更早 各位来准备也好 那像我们的电视台 他们从昨天 这个江生议长 您 顾米市长 他们就从台中开车 到北部 经过宜蘭 经过这里 我们几位 是从早上才出门 他们就要来 那我们在这里头 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圆满 圆满有两个指标 一个是纵坐标 一个是横坐标 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概念 圆要圆 但是又要满 圆有很多种 纵坐标 横坐标是圆 小小的圆 一种是扁的圆 树的扁的圆 一种是横坐标 很短 但是重坐标 生命很长 但是对社会 对周边了无影响 了无贡献 就是像橄榄球 树在那边 这虽然都是圆 但是都不够满 所以我们圆 一个是纵坐标 很长 这是我们生命 我们健康要保持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 虽然是有命 但是活着在那边拖累 不是这样子 要健康的活着 但是我们要跟周边 不管说你的志向是去当总统 也好 你今天是 我早上有时候一出门 会在政大前面那边 我去五点钟去政大球场打球 早上 那我就常常会碰到 这个打扫的打扫 台北市的街头 都有人在打扫 那么我常常会碰到 这样子一个打扫的人 他们有时候看到我 也很客气 那我就常常跟他们打个招 我是觉得他们工作 也要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们也要得到应有的感谢 因为他们把一个街道 弄得一大早 那么早上起来 弄得那么干干净净 所以他尽管是不是做伟大的总统 不是大伟大的什么人 但是他们也在他的人生的 每一个位置上头 他在善尽他的责任 我觉得说他们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跟所谓一个礼战 所以我想人生也是从 不管从你的哲学的角度来看 说你可以做些什么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说你可以 那我们都在希望得到圆满的这个结果 那我认为如果说要想去 有这个所谓一个心灵的升华 是我们因为有条件 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心灵的改革 心灵改革表示说我们也许蒙蔽了 也许我们做不好了 我们退缩了 我们不理想了 我们有了所谓一个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们变成要改 要把它改 要把它革掉 要把它革新 所以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 一个心灵的升华是我们有的 本来就有 我们把它做得更好 那这种改革是代表说我们受到 像刚刚杨向上所提到的 我们现在社会这么 不管你是怎么 怎么个解释 你都可以去举出很多 社会的负面的东西出来 但是我这里所举的 我也举了不少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的正面的出来 有很多 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穷人 他们也在努力的在奉献 在扶持 在捐献 那有的很多大企业家 比尔盖茨 他呢是在2016年的时候 他们用他的名义 就捐了300多亿的这个 300多亿美元 他们做什么 他们做对于这个所谓一个 偏远地区的穷捆地区的 教育基金 教育发展基金 那隔了两个礼拜 结果那个巴菲特 那个股票大王 他也捐了300亿 他捐的钱不是用自己的名义 说我呢 我好像我这样子 我才有名气 他把他的300亿 就捐的加在这个比尔盖茨 他们的这个名下 就由他们 因为他佩服他们的 这种远大的计划 因为他认为说 很多偏远地区 所以穷困潦倒 就因为教育不脏 教育效果 没有把它带出来 没有带好 没有交好 所以他们资源欠缺 他们说什么 我上次我特别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在台东这里 有一个小学 有个小学 条件都不理想 结果有一个老师 他来这里 他就开始用他自己的 很好的辅导方法 他就带了照顾的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牵从他们有运动天才 就打棒球开始 然后他又去把他自己的这个老师 还把他自己以前的同学 他们在高雄医学大学出身的 这个会什么 这个会音乐 这个会什么 这个英文 这个会做什么 他们去招一票人来做义工 所以这个学校就因此而改变了 所以教育通常来说 我们都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投资 那我的说辞 从各位 我的刚要请各位参考 我是从 你要这么做 那你首先就是要去 要去做自我 对自我做减合 做自我做减合 可以反省 可以他人给你回馈 也可以做心理测验 也可以做别人跟你很多的 所谓的沟通 或者是用反馈的这种的方式 那我要特别请各位 不是说 不是请你们看 而是请你们参考 请你们参考一下 那我这里有一张 自我探索减合 这是我应该是 七十几年 我在研究所 还有包括到花莲这里 我跟我一起上课的 大家所做的一次的 叫做心理减合 我到现在还留着 留着这一份的这种 他们给交的作业 我的留着 这个我是用 我人生的探索里头的 心理测验的工 当作工具 来给他们做的 那这里头就是有测验的工具 那测验工具里头 做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第一个 我们在一个人 自己本身 都有一个叫做公开的我 有一个叫做背基的我 别人看得见 我看不见 我不知道 盲点 一种是我隐藏的 隐私的我 别人不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另外还有一种 我自己也不知道 别人也不知道 这个叫潜在的我 那如果能够做这样出来以后 就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优点 我们的特点 就可以显示出来 那我们的做点 我们的盲点 也一样可以显示出来 如果你说我要改 我要改什么 你要改什么 你如果说我刚刚元通法师说 晚上还有准备要喝酒 那我要告诉你说 我现在酒量已经不行 要少喝 所以请你就不要 不要勉强我喝酒 也许说我可以清除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 我或者可以喝茶 回净泥 或者是我可以用汽水 回净泥 那就是说 我的优点 我的盲点 我的缺点 我的潜在的部分 我所不知道的 这个所谓一个叫潜能的我 我这样 你要我改 我才知道说 我到底要改什么 要怎么个改法子 所以后面 就是可能 就是你要去 用什么方法来改 包括到 我认为说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教育 再教育 因为教育 可以使我们成长 教育可以使我们的 很多的潜能 能够开发 教育也可以让我们 自己见到自己的 所谓的能耐 我们可以 不去夸张自己 而可以谦卑 什么再谦卑 那你如果说 能够有高人指点 那你也可以在 这些方面里头 可以更加的发挥 那我也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里头的几个 底片东西 我只是都提供给你们 做参考 因为我知道说 今天时间一定不够用 那所以我就说 我等于在最后 请你们带回去 自己再参考一下 那如果有可以 看的地方 那我这两本书 就送给我们原通法师 一个就是人生理念的探索 可以看看 如果说你可以用得上的话 请你参考 另外一本 这是快乐的傻瓜 那我们每个人的快乐 有一个是很努力竞争以后 像法国公开赛刚打完 那大尔跟西门两个人打得很厉害 但是最后总是赢的人就是一个而已 那这个赢的人当然是很高兴 躺在地上也好 或者欢呼也好 那大的标准动作 那都很多 那就是什么 激烈竞争以后的满意结果 就是当了快乐 第二个 第二种快乐是 你在发展当中 能够各方面都能够协调 比如你事业跟健康 也能够协调 能够都能够满意 你的事业跟家庭也能够美好 这个就是你合作以后的满意结果 另外一种就是你的奉献 或者你的付词 因为你这样子 尤其是无谓的奉献 无谓的布施 那这样你所得到的那个结果 可能更理想 像刚刚我们说的 那也是我们元通法师 感谢谢师兄他们两位 先抗力 他们这样做 那就是说这个是说 他们也得到一种 所谓的心理上的一种成就感 所以我们个人本身 要想达到所谓的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的前提 就是社会能够和谐 社会的和谐 就在说人我之间 人际之间的一种和静 鼻子和又静 那人际之间的和静 这个前提 就是家庭的和顺 家庭如果能够处理好 那就是说你才能够讲到更后面 那你家庭的这个和静 这个前提 就是个人本身自我的和谐 自我的和谐的接纳 悦纳自己 你自己本身 只是要能够心理上要平衡 那我们之所以说是 有这些社会上的 包括社会变迁 带给我们的问题 包括到这所谓的资源的无佐 带给我们的无奈 带给我们的愤怒 带给我们的不满 那这些我们如果说能够透过教育 尤其是透过一种所谓的奉献 透过一种这个所谓的志工 尤其是透过真正的一种所谓的 修为修行 就能够把你的心理保持比较平衡 那你这样的话 一个是原有的心灵 能够升华 一个是有问题的 能够至少能够叫做扫化 我们很多不满意 我们能够少一点这个不满意 少一点这个抱怨 我们也能够多一点这种善心善意 那对别人对社会 也就多了一份无形的贡献 所以这样的话 世界和平从自己本身 一个是心灵能够升华 一个是心灵能够有效的改变 能够提升 这样的话 世界和平就变成有可能 祝福大家 大家都能够有很 身心灵都能够同观照 都能够很健康 所以脑筋要多动 身体也要多动 那这个社会也要多动 所以到场要常常来 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请师父做一个总结 各位同修 有欢喜吗 有 口袋有没有装得满满 有 心里要装得更满才是重要 口袋满 有时候还会被人抢走 心灵在脑海里面 装得满满的 那才是宝 今天我们终于都到宝了 花蓮道场 这个地方是一个地灵人节的好宝地 我们从最近的百年来 从国庫顺中山先生 他地灵人节 他地灵人节 中山县 翠横村 去看那个风水宝地 就可以 大约可以 依照我们文化 一间风水的 法座 就可以理解到一位 五千年来 地位民主的伟人 国庫顺中山先生 那么 接下来 国庫的两位徒弟 是谁 一位是我们的蒋总统蒋介石 一位是毛泽东 两位徒弟 在几年前 我带着我们 同修 博士班同修 去 大陆 去参观这个风水现场 了解一下 为什么 中国出了这两位 伟人 理念的不同 但是想的 也许有他一面的想法思维 但是我看去参观 我们看到 毛泽东 他的周楚 的风水 和他爷爷 就是我们的周树 毛玉成 他所看的 所点的 三川灵气的卓学 他与 蒋介石 他那 主厨 主厨 的风水 两个相比较 相比较 一个蛇穴 一个乌龟穴 规则 把我们紧固守 也都在守护着 也都在守护着 中国中华民族 不管是一中 构制表述 或是一个中国 或是一个中华民国 或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都里面有长的天机 再过百年 你们一定会了解的 看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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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台湾的病 演我成功妙一生 现在我就不便讲 你们可以去看 黄教授 帮我整理的 和平 使者 混连禅师 里面我就讲得很清楚了 现场的地灵人节 两位都极端的 一个刚 一个柔 柔柔就到台湾来 这个天意也是在 世界的中华文化 两位构置不同 那么 从这一点 就可以了解到 地灵人节的重要性 那么 花莲道堂 是从 昆仑山脉 一花开五月 五条脉 一条到欧洲 一条到 韩国 苏欧 那一条卖 一条到印度 一条到太阳山 八卦城 一条 五宜山 穿到海底到澎湖 然后到台湾一山头 一山头 南北众洲 南九龙 北九龙 北九龙有一条 就到花莲来 花莲在哪里 你们都骑在 观音骑龙的 同一条龙上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学到 我们一定要从中到 何况花莲 这条龙脉 在台湾来讲 是正中央 中到 这一 汇出了 很多很多的 以后的 贤责 不是吃饱饭 没有自作的贤责 我们的贤士 所以 希望各位同修们 好好学 好好修 我相信未来 大家会有所成就 那么今天 我们这么多的教授 给我们所 开示的真理 我们一定要好好 老老记住 放入心中 用在生活上 然后带回去 半路也不会被抢走 口袋 西角 装的满满的 还是会带走 被抢走 只有 这个 各位教授 给我们的 开示 智慧 好好记住 晚上再回味一下 这个猪猫 你们回去 有时间 就拿出来 细细的 参联 我相信 这次不会被 抢走的 这一次 我们排到 花莲这里来 我们在 最近 微信电视台 我们就会播出 到明年 我们的 拜托杨院长 文化学会 第一站 从东部的南端 排到 构地去 由台东到场 开始 第一场 杨院长说 刚才开示的说 以前 他来到这里 花莲到台东 就有人接驳 我们不必接驳 一一贯之就可以了 好不好 今天我们谢谢 谢谢 大家鼓掌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的参与 不管是主讲者 各位闲事同修大家来 我们有其他几位贵宾 我们都非常感谢 我们工作同仁他们从昨天就上来 这到今天 他们明天也在陆续回到办公室 回到台中 回到台北 他们谢谢大家 我们希望下次 我们明年度在安排的时候 师傅刚刚说 是在中午的时候 去台东只是因为说 有一杯咖啡很好喝而已 那我们就事实上 我讲个笑话 我在 刚讲的时候 在康书天津 我跟那个洪廉浩洪 洪董事长 我们两个人 在Starbuck 就一杯咖啡 也不续杯的 我们两个坐在那边 谈了四个钟头 什么叫有聊 什么叫无聊 所以各位 希望大家都很有得聊 邰教授是 我这个补充一点 刚才听到洋院长说 早上五点出去打 只要遇到扫街的 那我本来就想到一件 我毕业的时候 我们这个系主任 问了一句话 这跟国父有关 刚才师傅又提到 国父孙冬山先生 所以我这个很 那个很臭巧 我们毕业协师院的时候 我们系主任问一句话 问我们毕业生 就是说国父说 我们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他说什么叫做大事 谁能做大事 但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回答出来 大官大得知道 这个官位高的 如果以官位高低来做衡量大事的话 那只有一个可以做大事 只有总统最大 他相对于他大概做小事 所以他诠释 我认为诠释得很好 他所谓的大事 就是你把你负责的工作 做得圆满无缺 就是做大事 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大事 我认为这个在座的 你扫街把街扫得非常干净 扫厕所把厕所扫得干净 你就做大事 如果你是总统 你最大的 你没有把事情做好 不是做大事 是做更大的坏事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大事 在座的我相信 因为刚才杨校长提了以后 我就想到这一点 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谢谢 谢谢